那现在我们家里又多几个门面了 1234 前几天呢 已经把里边的东西全部清出来了 这个四个门面都是我们的 之前好多年前呢 这里呢就是打野这个盹了 这个就是这个桩了 然后呢就在下边就撑起来 你看是吧 那时候好先进的 这几个门面呢 在这里做什么都可以 修车啊养牛啊养猪啊都可以在这个位置 这个门面就是分开国分开国的这门面 这个就是我二哥三哥的 那个二哥的大哥的 1234 之前呢这个盹 哈喽大家好我是光哥 光哥的家里啊 老房子啊很多的 你看前面 1234 四四四个门面 那也是我们二十年前就搞好了 这是一个框架楼 那时候啊也是好多人羡慕的 呃再看到左边 这里呢刚刚把那个泥土挖出来呢还没有多久 为什么要挖出来呢 因为呢现在人多了 养的东西也多了 养的牛啊猪啊各方面没地方放 所以把它挖出来 里边用来放牛 上面就是厨房 最上面呢就是装那些粮食 比如一些稻谷啊玉米啊之类 都可以放在三楼啊 1233层楼 这边也三层楼 那边还有一栋 也是三层楼 哦是三层半了 啊 所以呢光哥老家的房子很多 哎呀 你看一下 也是四兄弟1234 我是最小的是老妖啊 老妖呢一般都是排在最后面的那个 啊现在那个放车的那个位置就是我的 1233个上 这边 这边也是1233个上 建这么多房子呢 我觉得最辛苦呢就是 是我老爸 还有老妈 他们是最辛苦的 挺不容易的 之前我们是做富足起家的 所以呢 那时候呢第一笔 第一笔钱也是第一桶金嘛 也是做富足赚来的 后来我们就经过我们各自的努力 各方面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 那边牛就是我们养的了 现在啊 全部放到那个祖林里 哈哈 之前放在这边的啊 后面这个商店呢就是我光哥好多年前开的 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现在呢门口呢就种一坡花 也种了几坡花 就在这里 怎么开了呢 都开了吗 就在这里 我没看你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这边多点了呢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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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多了 来 来 来 给 给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